而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经济上我们超英港美爬头新加坡是好 但在管制上我们做全世界第一又是什么一件好事来的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做先行先事作为一个世界的榜样 但会不会先行先事变成先行先死呢 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有信心做得到 我们当局是这么有信心是可以做得到呢 或者全世界都没有信心是可以做完这些禁烟或者是所有一系列的都禁掉之后 是不会影响经济也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国际形象 为什么我们香港是这么有信心我们唯独是可以做得到呢 那两个问题 谢谢 首先我们里面这些措施其实不仅是我们的 我们不是先行先死的你刚才说那句 我们是考虑了全球很多地方都有采用的 那我们也都正如我刚才也解说过 我们不是全部把所有措施都弄了 这里不是全部的 有很多我们都是考虑了它那个可执行性的效果 和市民的接受程度 我们是做了一个一个政策 是有分开短中长期的 禁止管有另类的吸烟 即是电子烟和加烟烟 现在不让它拥有 其实现在这一刻的话 其实已经不让它买卖了 那对于一些游客过来 其实主席 我自己起码有三四班在深圳过来的 那些朋友 就是广播厅会因为香港不可以吃 加烟和电子烟的话 其实他们不过来 我试过两次坐飞机回来香港 当那个广播说香港不让带这些产品 我听到有些人在那里鼓吵 甚至说其实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 以及以后不来香港的 对于香港 就是一个旅游之都的话 希望政府其实都要想清楚了 而那个加烟和电子烟 当时两年前不让他们去买卖 其实他们可以拥有的 如果现在其实一早就买了很多产品 剩下的那些产品 或者那个仪器的话 那政府怎么去处理他们呢 我想其实你都要妥善和他们去沟通 在第四点禁止加烟 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地方 其实都比起加烟的 包括陆会长经常说的 新加坡其实也是 香港说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香港的市民 其实没有这个选择权 刚才说的四成多 五十八万的人 吸烟的有四成多以上 其实都在吃加烟 就是说如果政府这个政策通过 直接这二十多万人 其实他就剝索了去选择 更甚至说 我们的经济有没有损失 希望政府都要想清楚 至于加大烟税 我说了很多次 主席 不是一些经济没有能力的朋友 其实是没有选择的 现在已经加了两次了 都希望政府 要平衡在市民的健康 同时间的话 也要平衡香港市民的选择权 以及我们其他世界各地 我不是只是见树不见林 只是在健康的环节 你不在整个经济环境 除了香港也要看下 其他世界的地方 因为现在其他世界的地方 有二十多个百分比 其实平均都是在吃烟 如果我们今次的政策 去到这么极端的话 其他人会不会来我们香港 或者会不会选择过来香港的话 那我们做多少城市 做多少旅游的话 可能都会大打折扣 麻烦你了 关于宁雷烟 其实由2022年4月开始 就已经禁止入口 买卖 以及因为商业原因去拥有 如果以旅客方面 征会员 邵宁雷外 刚才提到 说有些旅客 即是我们现在进一步 是不给它管有 其实对旅客本身 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所有旅客 如果他要 在香港擁有煙,其實它就是要帶進來的 在帶進來的過程,它應該已經違反了我們兩年前 已經訂立了一個條例 所以在這裏不會加深影響到旅客 是沒有分別的,新的政策 至於你說現在仍然在本地擁有的那些 我們相信他們都應該是以前的課美 應該就不會在這兩年裡用一些非法的途徑買入 我們希望他們也會有一個緩衝期 在這個期間他們可以將這些令女煙的器具 和這些產品可以交出來 在這段時間我們會訂一個合適的緩衝期 給這些市民把這些產品用了或者交出來 加味煙道,其實我們的調查正正反映到 我們的住戶的調查 就反映到現在加味煙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加味煙呢,它的煙草的禍害其實和傳統煙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它裡面的成分,只不過它是加了一些味道下去 去掩飾了煙仔本身的藍紋氣味和禍害 令到我們的年輕人也有比較多的女性 他們覺得這個煙仔本身是無害的 這個也包括了我們水煙裡面的一些加味劑 我們在考慮這個選擇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的市民考慮清楚 我們的煙民考慮清楚 其實就是煙的禍害不應該因為這個加味煙的染色 某程度上這些是一種的宣傳伎倆來的 就是煙草傷在這方面用加味煙的方法 令到我們市民不了解那個加味煙的禍害 在這方面我等一下由我們的控煙辦主任封營醫生去解說一下 我們的旅客來到其實來到香港 他們第一大部分的都是非吸煙的旅客 非吸煙人士遠遠都是比吸煙人士多 第二我們都相信旅客來香港 他們不是選擇專門來香港吸煙的 他們來到是看我們的營商的機會 可能是商務的旅客 也有很多是來看我們的文化餐飲 我們的旅遊的景點各方面 在這方面我們看到一個活力的健康的清新空氣的香港 遠遠是好過一個到處都是煙頭烏煙瘴氣的香港 事實上我們看回一些內地的反應 對於我們提出這個控煙政策 在小紅書裡面也好 或者在一些微信上面的一些反應 都是很支持香港這個控煙的政策 甚至是說這個應該在他們當地是能夠推行到的 主席回應幾句 第一嘉義煙 剛才在說什麼有美煙 他用歐美和歐盟的標準 嘉義煙和電子煙都沒有禁 為什麼你們不跟他們的標準呢 我們亞洲地方其實很多人都是在吃 第二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我現在這一刻電子和嘉義煙已經禁了 我上次說的是那些人現在這一刻已經不來了 到你之後 你繼續把果美煙這些產品 在亞太區的話其實非常流行的話 我相信對於我們遊客其實影響很多 最後一點 聽到局長說那些人過來的話 目的不是吃煙 我想整個故事都反過來講 怎麼會有人過來去一個地方旅行 是為了去吃煙的呢 你只不過因為這件事而令到你不去那個地方去選擇去旅行 這個我很清楚可以表達的 不可以把故事反過來講的 我想表達這麼多 謝謝各位主席